在这边我想要介绍一下 如果我们今天利用Office 365 进行一个场地借用 那我们应该要在Office 365里面做什么设定 那我现在所举的例子呢 是以阳明大学图资大楼401教室为一个范例 也就是说这个教室 我会希望到时候把每一个使用者 何时要来借阅全部都记录起来 好,所以在这个场地借用里面呢 我们可能先必须要有一个流程规划 例如说我们会希望一般使用者 他想要借401教室 他就自己去借用这个教室 那借用这个教室之后呢 我们应该是透过电子邮件的方式 那我们管理者管理这间教室的人 收到这个通知 收到这封邮件的时候呢 他就要去审核 其实在这邮件里面就直接会告诉我们说 这个邮件 这个邮件啊 他的教室呢 有没有时间冲突 如果说没有时间冲突 那我们就会同意借用 如果有时间冲突 他就会出现红色字 然后告诉我们说 这边是有时间冲突的 然后呢 那当然同意教室借用之后呢 然后借用这间教室的人 他就会收到教室借用的结果 好 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哦 如何如何在Office 365里面 进行场地借用呢 首先进入到Office 365首页选单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在行事例里面 行事例里面 我们来去进行一个 就是说时间的规划 好 点选行事例 接下来呢 我们可以去新增 新增一个时间的规划 新增一个形式 新增一个事件 好 然后我们所使用的方法是 这个排成助理员 点选排成助理员 接下来就把一些相关的人员 输入进去 好 在排成管理员的时候呢 主要就是 在这个地方主要就是说 我们希望开会的时间 在这个地方啊 就必须要把相关的人员 出席者输入进去 那什么叫出席者 例如说 人 与会的人员叫出席者 然后这个图字大楼401 4 也要把它当作是出席者 把它输入进去 这样子的话 它就会把这两个人 跟这间教室 一起去做时间冲突的一个显示 然后如果 如果在这个地方看到说有冲突 不管是一个或两个 当然最多只有三个 好 例如说在这个地方呢 有两个冲突 代表其中两个人的时间是不允许的 其实在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也可以看到 就是说 哪里是可以安排 哪里是不可以安排的 好 所以在 以有被人安排的情况 它会变成灰色 像例如说 这个是灰色 好 这样一看就知道说 这个地方本来就被人家已经安排了 好 所以我们不 不能够选择这个 时间来进行 来借用401教室 好 那当然我们就可以直接 刚刚把这个时间啊 往右边去拖曳 它就跑来这个地方 你看这边就没有冲突 没有冲突 然后 如果说这个时间 确定 好 我们就直接点 确定这个按钮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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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